于途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啊 你说 你现在求女朋友吗 如果求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对不起 我以后想找一个 能够我一起努力的人 可是你找的人 最后也没跟你努力到底吗 现在已经十点了 要不然咱们直接回上海吧 明天上午出发 下午到恒店 我跟他们说说 把你的戏往后弄弄 不行 明天十场戏呢 现在就去恒店吧 让师傅开稳一点 我看你困了 王师傅 我们还要去恒店啊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有口事啊 一颗草莓 多少卡路里 这么难 学生也打不上了吧 菁姐 晴晴 晴晴 你醒醒啊 你玩王者荣耀了 是 快 我 都快忘记了 于途拉我 于途 你拉的 这是谁啊 点错了 QV上的 新手 断位都没有 果然是哪儿错 但是我才不走 十年之后你能给我找麻烦 待会儿坑你一下 也不愿吗 不要 你 你已经断了 敌人双击 完了 这下一把好黄 肯定也不拉我了 一切都在计算 Doglike Doglike Cuture Kill 太夸张了吧 于途你这个人头狗 不 于途你这诸葛亮玩的不错呀 怎么没见你玩过呀 翟亮每次都叫法师 轮不到他吧 常规小诺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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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祖 你看高中班级群里 有人贴了你跟曹金金的帖子 喂 佩佩 我跟你说啊 我们高中班级群 开始发那个造谣的帖子了 大家现在都在骂 那个造谣的混蛋呢 然后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于途出来说话了 你没想到吧 我跟你说啊 就除了大家骂造谣的人以外 还有那么几个不上道的 说酸话呢 结果于途就出来说话了 说他没说过这些话 啪啪打他们的脸 瞬间那些人就不说话了 厉害吧 于途 你有时间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啊 你说 你现在缺女朋友吗 如果缺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暂时不想找女朋友 为什么呀 你怕耽误学习 可是你每天打球 看课外书 也没影响你学习啊 不是因为这个 那为什么呀 我又没哪里不好 抱歉 等一下 你总要告诉我原因吧 对不起 我以后 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努力的人 对不起 我以后 想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努力的人 你能不能当我的教练 你能不能当我的教练 可以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奶奶来 白映了第一步 第二步还会远吗 等等 第二步是什么 发挥演技的时候到了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上海雾霾实在是太严重了 你们那呢 巧了 我和于途也在上海呢 我在杭州呢 雾霾也不小 我在武汉 我们今天这儿还挺好的 那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进化器啊 我们家买了一个 于途空气进化器 但是没有几天就坏了 于途 这不是你们搞的东西吗 这是悦兔大神公司的产品啊 我就说 跟你名字一样我才买的 没想到这么强 是我们一个实验室 跟外面合作的 你换个插座试试 我有个同学也买了 也说启动不了 我去看了下 结果是他家里插座问题 这同学怎么把我的招数抢了 我也换过插座 还是不行 打电话 维修说是要排到后天才可以呢 可是家里老人咳嗽实在是太严重了 合作单位售后不太行呢 于途 你去帮苗花去看看呢 这解析能力太强了 改天一定要送好荒全套皮肤 你和你父母一起住 对啊 那现在他们在不在 在啊 方便的话 我过去看看 我家住在浦东 会不会有点儿远啊 太麻烦你了吗 没关系 把地址发我 晶晶 你怎么自己下来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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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待会有人觉得我太大牌了 所以下来也见一下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十年 差不多 你怎么会和我打游戏呢 不是你邀请的我吗 你拉错了 你忘了 但是 你怎么会在我的QQ好友里 这种 这种曾经又想要偷偷加你QQ的事情 需要解释吗 你有见王震啊 你是不是还想问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 几个月前 我的一个微信好友 把我打游戏的视频录下来 然后就发到我营销号上 你也知道我打游戏水平嘛 所以一个月之后 我要去和职业选手通台比赛 来证明一下我自己 所以就发生这些事 你和职业选手 不全是职业选手 有五个信誉玩家 加上我一共六个人 四个职业选手 一边两个 你觉得我打游戏的水平怎么样 如果参加比赛的话 对我里多一个你 我也不一定能赢 所以你想让我教你 可以吗 不是之前在网络上的那种 那种也太没效率了 最好是能够面对面地教 反正你也是这段时间正好在放假 应该也不会耽误你工作吧 你信任我 你是我同学吗 我请你吃香酥鸡 我请你吃香酥鸡 你教我数学吧 我请你吃香酥鸡 好 你吃香酥鸡 吃香酥鸡 要不拉他一起 可以啊 怎么还打上三为三了 没意思啊 练小规模团战啊 还挺勤奋的 小苗啊 要不要考虑拜我为师啊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玉兔大神 快名款有主了 他最近早出晚归了 我都不知道干吗 后来我听史莱姆包说 他好像有情况 但是我不能透过吗 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得跟我混了 他没时间带你玩了 真的吗 真的 都已经早出晚归不安于世了 站起 杨七 都不说话了 陌生还是很稳的 你觉得 一个男孩子 睫毛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最近在忙什么呀 不是说了要从研究院离职吗 和研究还那么准 看这么几烈的比赛都会睡着 这脚都不太好屁呀 这脚都不太好屁呀 我 我 难道没被我擦醒 没见我这么近 悄悄的悄悄的鸡 我 我那个 你要弄什么东西啊 菊子 好了 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MVP的下场 但是这么一来呢 好运来队就要重新选择一人做队友了 今天你会选谁 还是天宫的吗 可是夏雪就是天宫的最强射手了 我记得关博当时说过 好像可以从台下观众当中 随意选择一位做自己的队友 我可以选择非职业的吗 这个 可以可以 答应他答应他 关博的确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确定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要说的人是谁 但是你确定他的水平 会超过职业选手 前面的问题我确定 但是后面的我不确定 但是后面的我不确定 我之所以想选他 是因为他一直都是我的队友 我希望这一次也能跟他一起并肩作战 那你的选择是 我要先问一下我的队友 可以 可以吗 我们一起 无条件支持你 我想选的人是 对 好帅啊 是不是也是明星啊 盛大哥 你等会儿啊 你怎么就知道是这个帅哥 你也看脸啊 这个帅哥 到底是不是你 我真的看脸不łem 你还真是指谁 我去看脸啊 那我看脸啊 我是想脸啊 コシ向脸啊 你真的看脸啊 你真的看脸啊 其实我看脸啊 那我看脸啊 你真是想脸啊 你是不是帅脸啊 你越过心海 写着刮目来 好帅啊 好帅啊 不忍忍去怀 爱别出心灾 烟火被星辰 青睐 转身才明白 心空乐愉快 思念已心灰 下面我们欢迎 全国数学竞赛的 金牌获得者 高三五班的女俗同学 上台发言 有请 才想自己活干 心动了却怕 陪不上你想要的未来 欢迎阿语先生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今天有点帅 有点吗 有点吗 赢了 只有一波 这一波再过 快点 走手机 走手机 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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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金刚最后 拿到了关键的三杀 完成的自证 不可不说 乔金刚 你就是特 cool 猙抱猜 当社izo 没事吧 没事 感觉漂亮 厉害 精英好棒 厉害了666 66 别动我 别动我 你 有没有愿意和我在一起 有没有愿意的 清清 你属于耀眼的世界 而我 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们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 我 弄过 星光浅 一宵 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 我 亲手 牵头 我 看过 流年 雨 山口 总会有人 奔赴着天长地久 有 芬花路口 阑山灯火下 木人回首 爱过 这么快就通过了 我说点什么呀 你好 我在航天论坛的帖子上 看见你的QQ号 所以加了你 肠娥一号那个 看见你们讨论太有意思了 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登上月球吗 时间和医院问题 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 其实我是初学者 只是刚开始有兴趣 可以 谢谢 有个问题 探测器要多大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 这个问题你可以摆动 这个问题你可以摆动 哦 好的 完了 以后我不能来玩了 怎么了 父母不让 不是 我要好好念书了 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再来找你们玩 哎 你的目标是哪个啊 清华 哎哟 可以啊 人不可貌相啊妹子 志气不小 啊 其实我没什么大知晓 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 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 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 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 哎呀男人不看这个 摘星 你是不是不够漂亮 很漂亮的 低调 哦 反正我想要想去 就是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 所以打算努力一把 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是两百年左右 但是他每次都是全是第一 可以的 这差距很大啊 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 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 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 学历最牛的演员之一 你的粉丝如果知道 你为他们相当清华 应该会很开心吗 才不是因为 你刚考报金融专业 我还挺奇怪的 我一直记得你 你想是星辰大汗 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汗了 你之前说你要放弃 为什么 是因为家里人吗 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 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 就会来 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同学大大以后 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 我会为他感到能量的 我只是想帮你说话 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 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 为什么 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 有一点 一个人在哪里 你会想想想想想啊 你真是安心的 杰鲸 你不是真是与他 你哪里 我不是��鲸鱼 他不是说 你自己不再晃了 无理可想 现在却想问 时间已久 你是否还愿意听我回答 旅行者号 我们的玉兔号 都有很浪漫的故事 但是按照尤正的速度 估计你年前受不到了 静静 春节的时候 你会异性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曾 憧憬有星球 穿过云层 看银河奔流 我也曾 惆怅往山丘 梦的出口 会不会同向星空尽头 木染回首 我在那一角星河漂流 遥望着 那一颗心是你的眼眸 风情送自由 我倾听岁月温柔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 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谢谢 谢谢 你回一星 过来送车了 他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 好 昨天下午 好 我们走吧 你就别去了 没 你在这儿陪你妈妈几天吧 没事的 我都跟我妈说好了 我明天跟着司机师傅 一起回来就好了 那我就不跟去了 你自己收拾东西 老是丢下蜡丝了 司机师傅 你也不想送我们了 我来开车 你有驾照 当然 有时候我们单位 会去一些极端环境做考察 如像沙漠雪地之类的 我都开过 所以普通高速 你可以放心 我的驾照 然后计判 你还是快来自创 的 你拿来 他 蜡丝 那么 我 不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 为什么要给我写那些信 为什么要回答我的那些问题 你后悔了吗 因为我之前那么傻 让你感动啊 我不是要这样的 没图 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这一天我每天写信都很晚 可是从来不觉得累 抽出满志 很多期待 因为你看到会很开心 我会这么想 我的智商是不快将会复出了 我这辈子做过的传世 大概全都给你了 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不是因为看见聊天记录才后悔 我早就后悔了 只是不敢承认 后来我出山 在沙漠待了一个多月 我以为我还在挣扎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 我挣扎的时间太少了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想 该怎么挽回你 该怎么挽回你 甚至 开始怪你 你怎么会这么快来问我 如果再给我的时间 我自己就跟自己投降了 那个时候 让我来问你该多好 问什么 问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静静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阴光前衣袖 白色衬衫 抚清首 牵头 我 看过 流年与 伤口 如果 你愿意和你 但是这样说 心跳不开心 繁华路口 阑珊灯过下 木染回首 爱过你 望着星空安静的夜眸 也爱过你 心中的宇宙 时间不停留 记着遗憾珍藏的夜宙 对不起 风经过高楼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要找一个我喜欢她 你太喜欢我多的人 这个理由不成立 我没有少 有的 但是我们不合适 那谁能为你 考虑到那些很苏气的原因 比如说 叔叔 比如说 我能给你什么 有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好你 我也没有时间照顾你 真的喜欢一个人 是很冲动的 不会犹豫 挣扎 不会想那么多 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 我想了太多了 快想完一辈子吧 反正没我少了 那这样好不好 你告诉我一个计算方法 怎么计算多少 然后来补上 你不能连你的计算公事都不告诉我 我计算公事 你要欺负我 我也曾 憧憬有 星球 我错了 穿过云层 看银河 我没答应你 我 也曾 我 知道 我冷了 那我们上车 但是你坐前面来好不好 忽然挥手 我在那一辆星河飘望 要望着那一船 穿过云侧 看银河 满游 我 也曾 铸铸银河 我们上车 我在那一条星河飘楼 遥望着那一颗手是你的眼眸 出不可及 谁才难似有 哦 光影不忘了 和尚时光静静无处就 风轻松自由 我倾听岁月温柔 我倾听岁月温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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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你们喝酒过分了啊 我给你们唱一首 好 鱼途来了 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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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途也唱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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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你给老鱼拿盆酒 等一下 我有点事 你们先喝 好 请 请 请 你来这儿 是不是因为我 不跟你计较了 谢谢你 走吧 老鱼 你看 你要不先找个地方 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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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先走吧 你们玩儿 同学们 我刚才没看错吧 他俩 不会也内部解决了吧 同学们 今天在场的所有同学们 我们一起进个群吧 我给大家发红包好不好 好 云太太 云太太 好 非常好 好 好 就是 至少 一定对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你简直 电梯起死了 还不是走楼梯呢 居然在安全楼梯里约会 你有故事 你难道我帅啊 好 人家有女朋友 看人家女朋友有个数 肯定也不要 给我完全减肥 很帅嘛 任老师 跟你在一起 安全楼梯都不安全 那你要早点习惯 早就习惯了 我们换个地方办 去哪儿 到时候都是人 有个地方 肯定没人 看不清 你看 朱语都换过了 那当然了 都十几年了 那时候你坐最后一排 你还记得我坐在那儿吗 第三排 你不会把全班的座位 都记住了吧 我可不信 那个时候你还能关注到 我坐在那儿 最近 一直在努力地回想高中的事情 那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起你 拿香酥机贿赂我教你数学 你怎么想起来都是很厉害啊 我也会翻旧账 其实 那段时间我挺沮丧的 初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 我就很自信啊 可是到了高中 就没那么好了 可是我一直觉得 只要我努力 我学习一定可以上得去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有些事情 不是努力了 就可以改变的 我也该求你 没有 你有担心吗 有 那我很笨 教不会怎么办啊 一定教的会 因为我很聪明 你能不能不要抓着机会就自恋啊 我 因此 我 还把你 想要的未来 这位同学 我想问个路 我听说宜馨有一家很好吃的豆腐花店 我不知道怎么走 我饿了 同学 我只是问个路 你这么抱我不太好吧 不是说有补救吗 还不是你把我吵醒了 我起来以后看到我爸妈都没起床 我都快饿死了 这么可怜啊 嗯 你怎么不问我怎么着 你住在这儿 走 我带你吃早饭 于途啊 依婆打电话说一会儿要过来吃饭 你去 你妈 走了 别抓了 于途啊 这 这 这是 妈 这是我的 阿姨 新年快乐 我是于途的女朋友 我叫乔晶晶 女朋友 乔晶晶 乔晶晶 阿姨是这样的 我跟于途呢 谈了好久的恋爱 但是她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过来了 对 是我 我觉得 我觉得 她觉得 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 谁说的 于途 你怎么胡说八道的 晶晶啊 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 我真的没说过这话 她都没跟我提过 提都没跟你们提过我呀 不是不是不是 她暗示过我 是我没理解 我肯定是说了什么话 让她误会了 对吧 误会了 晶晶啊 我特别喜欢你 你演的电视剧啊 我一集都不落的 我知道你们是高中同学吗 就是没想到 你们两个 我们要坐船啊 你来开啊 你会开吗 那你 你真的会开吗 会 来 把救生医船上 我有点不太相信 不相信也不行 你已经上了我的船了 你也快穿上吧 准备好出发了吗 嗯 嗯 怎么不开了 开不动了 交给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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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來了 來了 說這大冷天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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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晶晶的同學吧 快點快點快進來喝杯水 他呀馬上就好了 啊 媽 不用喝水了快快快 我們就直接走了 趕緊趕緊 你這孩子怎麼這麼大個事啊 你這麼大冷的天喝杯熱水再走 啊 就是啊 不怕耽誤著一時半刻的 快屋里坐會兒 對對對 叔叔 阿姨 沒關係的 以後應該還有很多的機會 趕緊走吧 其實 我是經濟的男朋友 我們談了很久的戀愛 但他一直不肯帶我來見你們 還讓我說 支持老同學 怎麼回事啊 你都把我唸困了 那就早點睡 明年還要趕飛機 你不用收入箱子了 嗯 我早上已經讓小豬收拾好了 下午不用過來 你快走吧 一會兒地鐵沒了 我早上已經讓小豬收拾好了 今晚我住在這兒 水沙發 靜靜 以後我會很主動 可是我對主動不太有經驗 如果過分了 記得提醒我 比如 今晚我想留宿 過分吧 好 那你一會兒還有回憶心嗎 對呀 今年春節 我可以休息到大年初期 嗯 我回去再讓我媽批判幾天吧 那我先進去了 這部電影拍到什麼時候 嗯 電影會很快 大概五月初 中間會回來嗎 劇組不太好請假 中間是有一個品牌方的活動 但是地點還沒定 我不一定在上海 所以 我們可能兩個都也不能見面 差不多吧 怎麼了 我發現 我之前想太多了 我覺得我出差太多 工作太忙 沒時間照顧好你 但事實上 你出差的時間比我還多 誰耽誤誰的青春 值嗎 隨便耽誤吧 我們一起吧 好的男朋友 是不會打擾女朋友工作的 好的男朋友暫時不提理心的事了 行嗎 那你乖乖地別出聲 我悲劇本了 嗯 我很有趣 誰 啊 會 是 我為你 是啊 我來 我去找矢味 好嗎 沒有 我去找老人 沒問題 還要是 我生氣 沒問題 我去找老人 開嚇一掌 我去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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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嚇一掌 你在干什么呀 谢谢 余小乔 今年十七岁 上海市某中学高一学生 由于请帮他补数学科的同学 吃香酥鸡 意外中奖 获得暑期飞往火星旅行的船票一张 这什么 答应你的火星移民 你忘记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主角啊 余小乔 说句太枯燥 假设有个主角 用他的视角表述我 你可能会觉得有趣点 太辛苦你了 你把我们俩的性拼一拼 这个名字曲里也太随意了吧 随意吗 火星移民还很遥远 所以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也会将这个名字的可能性 好 那你好好小心吧 我背剧本了 一会儿要聘礼 一会儿又是后代 道理我都懂啊 道理我都懂啊 但为什么他还要人补数学啊 他没有遗传到你的基因吗 这个又问了乔老师 允许我的基因 影响你的基因吗 你还要不让人背去死啊 哇 怡图 刚相亲完就来看相亲对象的房子 我觉得有点俗气 我的问题更严重一点怎么办 刚相亲 我就想要 好 还没睡啊 是不是冷啊 这么晚啊 我帮你拿个毯子 不冷 你怎么还在工作啊 我得翻一些资料 这都是些什么呀 关于深宫探测记忆 小推理轨道优化设计方法 你继续吧 去睡吧 你明天不是还有工作呢吗 你不是也没睡吗 你不是说前几天都没休息好 但是今天我需要看个论文 品心惊奇 我去睡了 我站在暴露的 不然 快睡 快 ES selfish 我站在暴露的 今天是我经纪人 生涯的巅峰 前面两个 就是我的王牌艺人 任余老师又不肯进娱乐圈 别瞅 让我做做梦怎么了 第一次看我现场活动 有没有觉得我特别好看 好看 特别好看 我觉得余老师语文课也挺不错的 怎么形容词这么匮乏呀 远而望之 角落太阳 生朝霞 你现在最后转完了吗 不过这还差不多 就是有点胖子林家女神 第一次参见的活动 有一个问题啊 你粉丝什么情况啊 不管男女 都喜欢喊你老婆 人家那是随便叫着玩的 你吃醋了 那都不至于 反正 最后是跟我回家 跟你回家 然后呢 看你翻译诺文啊 看你翻译诺文啊 手 浑松 认识文啊 翻译完了 你今天 是不是不用看采访大纲了 那我还不去不要看 你还该再翻译一遍 没时间 我未卷 我发现我被要到消费了 说好了相亲活动三天 但我的相亲最佳 从来七点回来 明年八点飞 趁着你的时间只有一天半 现在的小程序 都是这样这样变的吗 那又怎么样 天都变了 我是不会对见的 一般来说 出现这种情况 小程序的开发商 都会变形不成 比如说 开个闪的电章 真是人不可冒想 没想到你这么流氓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我的主 这就正人性责了吗 不是 我还是 可以吗 一不到再就 我在这儿你就抓索 你 你们 新年 然后 他们 外面 Heather Carol 他 你 这个没办法 你会习惯的 试试斩斗的沟通 只要拿 别乱动 你选什么高度 这个 不是 那我再低一点 停 这条过了啊 教授说了啊 休息一小时 各位部门稍微放松一下啊 教授 这次可以了吧 看看 怎么样 满意吗 还行 我挺满意的 行 辛苦啊 那你休息一下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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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要 我换个衣服陪你睡觉 昨天没睡好 我要补个好觉 看什么 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 不是说要补觉吗 工作这么忙怎么还有肌肉 十言十言要搬转 好久没看你 这次休息多久 你明天去上班我就走了呀 你明天去上班我就走了呀 上次不是说休息了两个多月吗 电影抽期了呀 然后又突然冒出几个 退不掉的工作 我刷好牙洗好脸了 你去吧 我在外面的卫生间洗过了 那你要直接睡了吗 前智子一直加班 进点早蛋睡 你调整一下生物钟 你也经常早点睡 调整一下生物钟 你也认识了吧 之前你休息的时候 林姐给你打电话了 我接的 我接的 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你知道有情趣这个东西吗 再说我也没有骗你啊 我说我白天要走 我没说我晚上不回来 我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 我本来打算明天去露家嘴 拿一点东西 把家里布置一下 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 算了 懒得跟你讲道理 我 我错了 我真的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不惊喜吗 别错 不惊喜 你到底休息多久 两个月 这次不变人了 我偏 五点一刻了 来了 来了 好不好看 是不是很随意很自在 感觉像没化妆似的 这叫新机状弄起来很费劲的 你一直在催 你光 走近点看看 你看 以前帮我编去你家修精华器 你画的也是这样的 新机状 没有 没有 我就打了五斤粉而已 那加起来岂不是一百斤了 凌姐不骂你啊 那时候我才没九十五 我 我倒是很喜欢 你把我口那擦掉了 我要迟到啊 现在太红了 不够兴起 是吗 那好吧 那就再轻点点吧 不对 你们是高中同学 不会已经恋爱十几年了吧 我觉得有可能 我今天发现 于途是个臣服很深的人 你看看你现在 在你同事心里的形象 叫你在别人 不过如果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了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算了 算了 算 还是别在一起了 不然的话 我肯定不会走上 现在这条路 也没现在漂亮 也没现在有意思 还是算了 算了 算了 不过啊 就算晚了十年 你也还是拥有了一个 又漂亮又可爱的女朋友 开不开心 满不满意 可以用行动表达吗 怎么样 我的真真叫 有没有美乐天仙 你看我看一下你的 是不是真的 像你说的弄帅 我来比一下 谁最好看 这怎么比得出来 做对比 难道不要在 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相同灯光 同一个摄影师 同一个地点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这么严谨吗 要的 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 一起去拍证件照 我 谁啊 我 你怎么来了 明天是周末吗 快快进来快进来 快来快来 为什么要参加集体婚礼 要结婚肯定要考虑很多事情 想要保密 可是操办起来就不太可能 想要执行几个亲近的朋友 可是就会有人心里怪罪 最后整个婚礼 或许会变成一个社交场 我们要不停地应酬 敬酒 拍照 或许出现一个小问题 就会被送上热搜 但是如果参加你们单位的婚礼 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对单纯的新娘和新郎 虽然那么多新人在一起 那又怎么样 你说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那么多人结婚 我们也只是他们当中一对普通的小 青年夫妻 但是我觉得那才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一对一的 没有纷纷扰扰 没有舆论应酬 婚礼是两个人的事 是你给我 也是我给你的 这样的婚礼 你会觉得委屈吗 姐姐 我忽然觉得我之前的求婚方式不太正式 有点青春 我想重新正式地向你求婚 虽然我不觉得 但是好啊 小金星同学 我们认识了快十六年 我们认识了快十六年 因为我的偏见 我们错过了十三年 你说你不遗憾 但是我很遗憾 还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请你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 我 我会用心的 借尽所能地 做一个好丈夫 好 我也会很好的 谢谢 谢谢 接下来 我们会一起走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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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站在这儿 可莱 你记得很清楚吗 你都不需要我导航了 今天我是你的BTS 然后呢 然后 私议会宣布婚礼正式开始 葡萄老师会为我们召回 我们要交换戒指 我们要交换战 你去都是你 最后 我可以拥抱你 对你说 我爱你 谢谢老板 你可以入围你的心条吗 好 你如果心还要 卸着光阑 我情若深爱 不忍然裙摆 爱别出心灾 烟火被星辰 青睐 转身才明白 星空乐愉快 思念一星河 翻涌深海 愿花也想要 给星辰未来 只要你在 愿花也怕盛开 看着你眼泪 光阑了下来 每一秒都期待 不可疑不故意 先和你一起 奔赴未来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忙啊 稍后有点时间 你这里有监控吗 干吗突然停车啊 干吗 以为有没有监控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有点这个意思 干吗得会这么快 所以到底有没有天空啊 当然有啊 我们保密单位 反正是保密单位 反正是保密单位 真是过分了 居然不是打电我 真是过分了 真是过分了 对 苏神号后面还有很多考验 但迄今为止 不负所托 不负所托的 看到了吧 看到了 恭喜你们 发射成功 你不是什么 骑鲜 我不负用 怎么发射 我抵抵击 这是什么 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 今天 我真的可以去看 更多的星星了 谢谢你 你转过来 我在你身后 长大了 还这么闭 你越过星海 协着光而来 我心若尘埃 不忍染裙摆 爱别出心灾 烟火被星辰 青睐 爱也也 转生才明白 幸空乐愉快 思念也幸何 繁涌深海 远远想要 给星辰未来 只要你再 烟火也怕生疼 没关系 我以你为由 我以你认为 我以为 我以为 你想 没有 我以为 自己 活 dimensions us